因為內部的問題 他們必須硬要去做這些事 我相信他們也知道 做這件事沒有用 也很無聊 而且習近平可能之前 他已經發布 今天要做這種軍演 但是國際社會 認為好像是賴清德 他是針對賴清德的那個 就有聯合理解A了嗎 就剛剛好 時間點就是碰到賴總統講這些話 所以說他就順這個事 要不然以一般軍演 不可能這麼少算 中共他算是一種強國 就算強奴之末 他也不會一直用台灣話講 自己自己撈開 一個共產國家 他可能那個智商 不可能低到這樣子 在台灣周邊進行軍演 在菲律賓的經濟海域進行騷擾 在日本的海域進行 甚至於經濟水域 掉下五枚飛彈的中國 好意思說別人在製造公海 一人萬眾人 眾人萬一人 他一個人在高速公路逆向行駛 卻怪整條高速公路的人 違規逆向 這到底是中國錯了 還是全世界錯了 那就台灣來講 台灣海峽維持公海的穿越通行的自由 是有助於阻擾 嚇阻中國對台灣發動的兩棲登陸作戰 在亞洲印太地區最大的麻煩製造者 中國他現在去指責別人 做公海自由無害的航行 叫做有害啦公害 我覺得中國什麼都會生氣 請他們保重身體 常常莫名其妙的跳腳 對高血壓對腦不太好 在台灣周邊進行軍演 在菲律賓的經濟海域進行騷擾 在日本的海域進行 甚至經濟水域掉下五枚飛彈的中國 好意思說別人在製造公海 台灣海峽長期以來根據國際規範 它就是一個公海 它有一個狼帶 那這個狼帶呢包含南海都一樣 就它是一個公海的海域 任何國家都有權利執行安全無害的航行自由 這就是自由航行任務的開始 那在美國加拿大澳洲 甚至於德國日本陸續在台海 進行例行性的所謂的自由航行任務 它除了是確保台灣海峽不會被中國 違反國際規範 企圖把它內海化以外 對區的和平穩定是有相當的注意 那中國不管是東方戰區或中國的發言人 常常是我們台語講的 一人萬眾人 眾人萬一人 它一個人在高速公路逆向行駛 卻怪整條高速公路的人 違規逆向 這到底是中國錯了還是全世界錯了 那就台灣來講 台灣海峽維持公海的穿越通行的自由 是有助於阻撓 嚇阻中國對台灣發動的 兩棲登陸作戰 這對台灣的安全當然是有幫助 那甚至於這些自由民主盟邦 在進行這樣的自由航行的行動的時候 台灣都有充分的了解 所以在亞洲印太地區最大的麻煩製造者 中國他現在去指責別人做公海 自由無害的航行 叫做有害啦 公害 我覺得中國什麼都會生氣 請他們保重身體 常常莫名其妙的跳腳 對高血壓 對腦不太好 有關南非政府強迫我國代表出牽管的事件 我們正在距離力爭 那也會捍衛我們國家的權益 那因為這個是南非政府片面毀約 違反了我們在1997年所簽訂的雙邊的架構 那也沒有經過協商的過程 那也看到了包括南非國內的這個國會議員 跟媒體也都為我們發聲 那我們認為這個是需要經過雙邊政府 在遵守法制 透過協商來溝通 跟處理 所以呢我們當然也成立了應變小組 做好了各種應變的計畫 那我們會隨著雙方面的這個協商的情況 來做好妥善的因應 部長那這個余大雷他接受專訪的時候 他說這個台灣已經做好作戰的準備了 Ready to fight 你覺得台灣已經準備好作戰了嗎 那再來的話就是這余大雷身為外交官 他這樣的發言你覺得合適嗎 這個背景是在接受美國福斯新聞這個採訪 那他的問題是說如果中國侵略台灣 那台灣會怎麼樣的來面對 所以前提是中國侵略台灣 那台灣人當然會來抵抗 這個我想也呼籲我們國人團結 那無分黨派 支持我想如果在中共對台有侵略行動的時候 我想不只台灣人 所有愛好自由和平的國家 也一體都會來捍衛我們台灣的安全 跟台海的穩定 他們就是有說他們巡視是一個愛心 是愛你的形狀 你會覺得很像恐怖情侶 有點鬼 因為內部的問題 他們必須去硬要去做這件事 我相信他們也知道 做這件事沒有用 之前像拿虎像獅子一樣 那今天像真的像小狗一樣啊 歡迎收看這集的486的JC媒體 這次的中國軍演聯合利劍兵 你會擔心中國的入侵嗎 我們看大家怎麼說 就是他們中國有發一個就是這個 他說愛你的情侶 蠻多人就講說他是恐怖情侶 你會覺得怎麼看 因為兩岸這個議題也是很久了 台灣應該也是 政府早就會就是有做好一些準備 你說的因應措施這樣 對 趙涵跟歐陽娜娜這兩個人 當天他們有發兩個文說 主播統一 勢不可擋 可能不會到他可能該死 但就是不會喜歡 因為台灣就是自由嘛 他想做什麼選擇 是他自己的決定 所以跟我們沒關係 只是如果是我就不會支持他這樣 你自己會擔心或是會怎麼看 據說好像13小時就結束了 是還好喔 就反正他們來那麼多次啊 反正也沒幹嘛 中共他們宣傳他們巡視是一個愛心 是愛你的形狀 你不覺得很像恐怖情侶嗎 有點過度聯想 有點詭異嗎 對有點詭異 我想看他跟張紹涵 他們就是有發主播統一適不可擋 就畢竟他們在大陸啊 他們就賺了賣錢也沒辦法 就是因為他們需要放棄國際 就是這是網友講的啦 所以覺得他們應該對付你的心態 來用台灣健保吧 就是說叫他們不要再用天安健保這樣 對 就是環台這樣子一個愛心 他說是愛你的形狀 其實感覺不太需要 所有在的 而且很搞笑 是沒必要 他想表達善意 但是我覺得 台灣人民應該都是很愛國的 所以基本上 感受不出來 感受不出來 是那個張紹涵跟歐亞娜娜 他是說祖國統一 勢不可擋這樣子 我平常都沒在關注他們的 所有在的 因為他們沒有很喜歡他們 本來就沒有很喜歡 網友 我有整理幾個 就是網友他們大概都會講的 雙面人嗎 這樣子 我覺得他們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欸 所有在的 那你自己會擔心像中國這樣子 動不動這樣武力威脅 有點可怕受戰 我們家都挺怕的 因為戰爭很可怕 大家就這樣想他 所以希望就是不要有戰爭 但是 感覺很難避免 對 希望可以國家可以好好保護我們 這樣子 就好了 因為內部的問題 他們必須去 硬要去做這些事 我相信他們也知道 做這件事 沒有用 也很無聊 而且習近平可能之前 他已經發布 今天要做這種軍演 但是國際社會 認為是 好像是賴清德 他是針對賴清德的那個 就有聯合理解了嗎 就剛剛喔 時間點就是碰到 賴總統講這些話 所以說他就順這個事 要不然以一般軍演 不可能這麼草率 中共他算是一種強國 就算強奴之末 他也不會一直 用台灣話講 都自己自己撈開 一個共產國家 他可能那個智商 不可能低到這樣子 台灣人沒有為什麼會麻痺 因為他超平常嘛 之前像 像拿虎像獅子一樣 那今天像 真的像 像小狗一樣啊 台灣人當然不care他啊 這是中共自己的問題啦 就中國海警自己發出來 就蠻好笑的 台灣可能得獎 或是哄了之後 他可能就被中國吸收入 就是那種統一的言論啦 他們自己的選擇 還好耶 沒什麼沒什麼看法 無感這樣子 OK 謝謝 其實這就是一個呼應 國慶日的時候 我們賴總統有做一些 嚴肅嘛 發表 那對於對岸的話 他可能就是 不認同 必須對他國內 做一個交代 所以他會做出一個 那個軍演這樣子 我們也知道那個 美國最近要大選了 所以他對內呢 他也說 他有做出一個回應的 然後對外的話 他也對美國一個交代 也不能說搞得太 太嚴重 太over了 美國中間選舉 影響他們 這樣也不好 有張照啊 或偶爾拿一些影響 他甚至有管說 他甚至有管說 我現在有進派的同 以前都繼續說 不可能會合 那這次他又可以 或是軍演再去發 我會覺得商人無祖國啦 其實基本上就是 見人說人話 見鬼說鬼話 或許他們的利益 會說一些事 人在江湖 身不有己 他如果不做這些事情 可能他生命啊 財產啊 都會受到威脅 這個是我們沒有辦法看到的角度 所以我們也必須要 站在他們的立場角度上 大家有各自意見啊 我們就是一個民主主義的國家嗎 我們所有言論都是尊重啊 對外大陸的話 他們就不是一個民主主義的國家 做什麼事情 他們可能會有危險 我相信他們也是一個 不得已的選擇者 是這樣的 好的你有什麼想法 歡迎在底下留言 讓我們知道